字幕提供 蛋哥,換了個新電話 懂貨 這部是很適合掌子用的智能手機 螢幕大,字體又大,零色又夠大 還預先裝了安心出行 你收了這麼多好東西,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大把! 我們今天來到領南大學 財馬會樂陵科技體驗館 這裡是由馬會撥款之助 很多適合老友記的創新科技產品 不好意思,我要開始直播了 慢著,那你還不是位? 今天我是嘉賓,主持人是他們 來 嗨,各位老友記,我是黎豬 今天和李先生來到領南大學 這裡和大家直播 現在我們還要介紹一位 儲量級的嘉賓 他就是鄧英敏,敏哥 哈囉… 哈囉… 麗姆你好,Frances你好 歡迎,歡迎敏哥 各位老友記,大家好 我是敏哥,鄧英敏 敏哥,我想問你 地上的東西挺有趣的 是什麼東西 這一塊叫做智能力版Temo 它是一個復健的設備 適合一些開過刀、中過風 或者是神經衰弱的老友記 可以訓練他們的平衡力 裡面,它設計了一些檢測的模式 一些訓練的模式 Temo可以測試到那些患者的平衡力 好不好 以及那些力分佈在哪裡 可以方便治療師 為患者去做評估和治療 敏哥,你剛才介紹的產品 適合一般的患者 那有沒有一些產品 適合我們一般長者合用的 當然有,我旁邊這一部 就是身體成分分析器 好,Francis 你輸入一些簡單資料 將兩邊的手把 拿著垂直 現在一直 測試你身體裡面 一些組成是怎樣的 頭尾半分鐘 這樣就可以測試到 以及知道 你身體的所有健康數據 文國,你真好介紹 不同身體作案的長者 現在在家裡 可以輕鬆做到健康管理 科技真的可以提升健康 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再直播一會見 一會見 一會見 除了令南大學之外 理工大學 賽馬會智靈會體驗中心 都有很多適合長者的科技產品 很值得介紹給長者認識 我們一起看看 體驗中心展示了很多不同的智靈科技產品 讓參觀者可以親身體驗 其中這個智能陪伴機械人 是由賽馬會智靈會計劃的團隊研發 絕計也挺窩心的 可以錄下親人的聲音 還有不同的遊戲一起互動 食葉餅、玩燈籠、食屋酒、無火龍 你猜一下是甚麼節日 就是8月15中秋節 這些智能產品好玩又實用 大家不妨鼓勵身邊的長者 拖些接觸不同的智能產品 一直接蘋果的人 真的接得很好 喂…等等 原來你們… 還有蛋糕 我以為我有份開直播 真的很難得我現在 麗珠這位達人可以學習的 不是… 很好 麗珠,我想問問 其實你從何時開始 跟粉絲和大家有互動 其實在三年多前 疫情前 我們也… 輪社輔導會也有很多 去軟社探訪 做直播探訪的老人家 接著疫情後 見面就更加機會少了 有視像 做這些直播 好,我要先問Francis 為何輪社輔導會 又這麼鼓勵老人家 學習新科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去推行一個很好的計劃 就是長者數碼外展計劃 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 是推動我們社福機構 去幫一些隱蔽長者 獨居長者、體育長者 以及住院社長者 希望他們可以與時並進 而且我們同時間 我們也要訓練很多義工 去幫忙去做推廣 麗珠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表表姐 比較八卦 肯學習一下 不止麗珠得獎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推行的全城長者數碼共用措施 也得獎 在2019年 獲得賽馬會靈活城市 全城長者友善計劃的 靈活協作大獎 以及由公眾人士選出的 我最喜愛的全城長者友善計劃大獎 是 麗珠 你不如跟老朋友分享一下 因為他們平時很多 都很怕接觸一些新的科技 你有甚麼經驗和大家分享 很簡單 其實我最初都害怕 最重要是肯試,放膽去試 記得放膽去拍攝更漂亮的影片 更多拍攝更多直播 對 找我做嘉賓 記住 一定會 一定會 你答應了 各位老友記 千萬不要怕接觸一些新的科技 新的事物 總之 自古成功再嘗試 有機會參加一些課 上課 慢慢地 你便會有認識 敏哥 剛才跟那麼多人一起做直播 開心嗎 當然開心 怎麼會不開心才行 有這麼多觀眾的支持 還有可以跟師傅 跟達人來學習 日後我也想學習 開直播 是 跟粉絲互動一下 好 不用說了 特別嘉賓一定是你的 當然 好 一定是阿倫偉定 你想開直播吧 是 那我要介紹多位科技達人 讓你認識 好… Nancy 你好… 大哥,你好 你好 我本人是賽馬會靈活城市 計劃的靈活大師 同時也是賽馬會 嶺南大學樂靈科技的大師 還有,我是醫院唐尿科 以及認知障礙科的主席 失敬… 好客氣… 好客氣… 失敬 Nancy 你說靈活大師 到底有甚麼工作 還有,你如何幫助長者 透過一些科技 接觸一些新的事物 新的資訊 令他們和社會和外界 大家可以保持一個聯繫 我們一群靈活大師 去到一些鄉郊的地方 將我們這個靈活城市的八大範疇 造成一份問卷 這份問卷裡面 也包括現在我們想說的 訊息交流 看看大家 在這個訊息交流裡 裡面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困難出現 我們就去上門探訪 探訪去就是教長者 用Whatsapp 用電話 Whatsapp 最重要的是 跟子女溝通 跟朋友聊天 最重要的是 譬如中心有些活動 我們可以透過Whatsapp 告訴她 原來中心有甚麼玩 有甚麼學習 有甚麼講座 這樣她的人生 豐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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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重點 本人也是 認知障礙病人的小組主席 如果遇到她們真的有認知障礙 我就介紹她們一些遊戲app 這樣她的腦筋 自然而然會靈活很多 開心很多 這件事 好啊 真是靠得住 Mancy 你除了幫香膠老友記 好像還教醫院的長者 病人 用apps來預約醫生 沒錯,蛋哥 你說得對 因為我們以前有疫情 我們會定期跟我們 開一些小組的活動 在小組裡就教她們用HA膏 HA膏的功能真的很多 可以預約瞞診 流動的收費 還有查詢藥物的訊息 還有可以跟餐妻朋友 大家聯繫了 還可以知道 你何時要覆診 何時要做甚麼 很清晰 可以告訴她 要溫馨提示 沒錯 以後如果看醫生 就不用排隊輪酒 是 還有就是 盡量少留在醫院 沒有那麼容易感染 你真的說得對 文哥 最近新冠患者 還可以透過HA膏 預約視像診症 診症後 馬上會送到她們家 又方便 又不用怕把病毒帶出去 是 很有意思 謝謝Nancy 別客氣… 文哥 是 那你想到開直播的主題嗎 我想到了 一於分享一下我網購的心得 現在的網購程式很方便 你喜歡買甚麼就買甚麼 然後你給了錢 幾天之後 這麼快就送到你家 你說是否很方便 我知道 現在有個網購平台 還推出了一個簡易長者程式 簡化了裡面的介面 以及付款方式 他們在2020年 還拿了賽馬會 靈活城市全城長者友善計劃 靈活創意大獎的優異獎 那就挑戰一下你 好 因為很多朋友 會怕在網購 貨不對版 又或者被騙 那有甚麼方法 消費者委員會的智靈消委會熱線 就能幫到你 各位老友記 如果你遇到消費糾紛 最重要是找專人幫忙 還有很多應用程式 可以幫助長者的生活 譬如說 不少交通應用程式 讓我們知道 車子何時到站 多少錢 車站資訊 多少錢的車費 全部查到 現在很方便 出門口 想知道會不會下雨 天文台還推出了一個叫做 關顧長者天氣資訊的網頁 裡面的自形及設計 都考慮到老友記的需要 所以各位老友記 你不妨善用多些自己的手機應用程式 以及其他科技的產品 你可以多些跟家人、朋友 大家多些聯絡 另外自己的生活 都會更加輕鬆寫意 謝謝敏哥 希望香港其他公司和公營機構 積極參加 《賽馬會靈活城市傳承長者友善計劃2022》 你們只需要在業務上 推行長者及年齡友善措施 或者提供針對長者需要的產品或服務 就可以參加這個計劃 以及獲得認證 以及經營特別大獎 現在接受報名了 報名和詳情 可以瀏覽這個網站 報名和詳情 可以瀏覽這個網站 在公關中 有種不合格 我會推行的